中国是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因为最近的可能就是新冠病毒吧这个疫情 然后据我知道的就好多的医生包括中医西医都会去全世界各地 我会想说一的一个影响是 与新冠组和智能的新机器和智能 还有一个大大的改变在车车车和车车车 所以你必须知道什么中国有做到的战争 尤其是在银组和疫情关系 关于疫情关系 很多国家有助于中国的帮助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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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我们在疫情当时刚发生的时候能够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去控制疫情的扩散 而且我们国家对科研的头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中国人本身有这种意志吧 有这种品质吧 我觉得就是对待一个工作 一个工程的一个坚持 还有包括我们人力 财力 物理都能跟它上 很多人都不信任中国 所以什么中国做的 retiring اور我们进行在食べ物і あるithител敦中国这些年子 我们这些年期 也会无法协胜他们 对治疗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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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MANIOS 我们不看中国的移动作为一个很好的指导 这就是为何时他们会调调调调调调 尤其是关于人材败和很多东西 可能50年前,中国人没有认识或认识 中国人们不太好 Emily 很多东西 中国人们再次看到简单 中国人们在大处统的表现 为什么 drawl尽 我觉得他们在某些国家的总共地 也认为得到这些国家 他们应该能够企业和这个国家 kita天下来对中国人们 连来了中国人们 你们来到中国人时看出着什么 在那裡的人知道是好 首先對內的需要是增強自身的各個方面的實力 比如說創新能力科研能力還有文化短實力之類的 然後對外也要進行開放友好的發展 一個大到一個世界的一個群體小到一個社區或者團體 村落其實什麼樣的人都有 有很多無私奉獻的人 但最後都會覺得是被別人認為是居心叵測也好 我們只要做好自己就好了 我們畏激無愧就行了 在未來只要中國人齐心協力 我覺得我們應該會慢慢的得到世界人民的認可